老师您听到我们简报11月之后 其实我们这个开发杆上面 本来就有三个元件 对不对 一个是右上角的光源电子 那一个是左上角这个三色LED灯 还有一个就是小小小小的这个按 那我们今天的左上角这个就可以拿来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因为它是内建在里面的 所以其实呢 你也不用外接 只是脚位是固定的 脚位固定的 那 老师应该还记得我们开发板上面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12 13跟15 有毛毛虫的那些 就是 跟它共用 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上个礼拜 LED点矩症 我们LED点矩症好像用到14、12、13 对不对 那老师知道为什么 当我 连接上去之后 你看我们这边 我们上次一接电之后不是马上就用四颗全亮吗 为什么它一定要全亮 因为我有用到这两个 12跟13 所以它 接电之后 因为我们刚刚 开发板不是会闪闪闪吗 那它就会 用到那 那几个脚位 所以 LED点矩症才会亮 你今天如果用别的脚位 比如说我用的是 我们这里有那个 16啊 你看这里 16啊 14啊 加这边的 没有毛毛虫了 你的这个 就不会亮 这样了解 所以不是说接上LED点矩症一定会亮 只是因为我用到的脚位是 刚好跟三色LED共用 这样老师比较清楚 OK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老师我们就 一样 刚刚开这个转 我们就自己来试看看 来 一样这里我把它换掉 好透过WiFi 那我们看这里 你看 三色LED是属于发光 对不对 发光的 三色LED 那你会发现 这里很特殊 因为 这里 有没有发现有两个 另外三色LED 还有另外一种 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可以另外去买元件的 那 目前 Smart内建的是 就是供应的 上面这个就是供应 就是它是正直 跟那个 板户上共通 这个是副极跟板户上 接在一起 所以 我们要的下面 这个 这个要特别容易一下 好 那脚位就不用改 它已经对了 因为这个只有 Smart 专属 好 这样就可以用了 那所以 我们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拿这边的 340N跟 好 走到拉 你要亮什么颜色 你就自己 在这边 比如说你要亮蓝色 好 你就可以 看看 就可以分类一下 看看你的灯 会不会亮 在我这边 这里 有没有 这样就亮起来 好 这个 它跟我们那个LED灯 有一点点不一样 LED灯有所谓的闪烁 但是三色LED灯在这边 它就没有闪烁啊 你看这里 就没有闪烁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做 闪烁的效果 你就只好 自己怎么样 用 回圈 本来展座其实也是回圈嘛 它是一个函数 它帮它写好 只是这边就没有 那你就可以用我们上次 做LED点几刃 提到的那个回圈概念 看你要撒几次 记得要加上等待 要加上等待 好你如果没有等待 要做十次一下就做完 所以你最后就会看到 这个颜色 好那等待这个积木在哪里 在那个进阶功能里面 来我把微圈带进来 这里有个微圈 好我就做十次 当然如果你要无线回圈 就要留意一下 因为无线回圈最容易 死窍窍嘛 所以要留下我先做十次 我先把它设成这个 然后等待在哪里 在进阶功能这里 进阶功能 有没有一个等待 好来等待 好比如说0.5秒 那如果我的颜色想要随机的话 你如果想要随机 让它出现颜色 其实它里面 也有一个 看一下这里 三色 随机随机在 这里 数学室里面 有一个随机 来看一下这边 对 你先看一下 我可以直接去设定 它的颜色是随机的颜色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上次有提过 如果老师你不确定 到底这个积木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 你可以先从颜色去判断 颜色 好 那我们找找看 这里 它是绿色 我们找到这边 随机的颜色 有没有看到这有随机的颜色 对不对 好拿出来 这个在 基本功能里面有个颜色 然后呢在我们的LED灯 三色LED灯 有一个设定什么颜色 那我后面 就不要给它设 就直接给它随机颜色 这样也可以 好所以你就等于这样子 它就会0.5秒就换一个颜色 重复做时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做完了 很快 当然它的那个三色LED灯 跟你想像的颜色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是三个颜色 就混出来了 所以实际上会跟 真正的会有一点落差 不会说你选到那个颜色 看起来就是 所以 你如果要比较指定颜色 你就是 直接 用颜色中间 看再插几个 我可以像这样子 黄 那个 你不要用指定颜色 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 老师可能那个 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Blasmic跟Squiz有点不一样 如果你的那个积木暂时 就是不需要用到的话 你有两个处理方式 一个是丢到垃圾桶 一个是什么 你可以在积木上面按右键 有没有叫停用积木 因为 即使你把这个丢这样子丢在外面 如果我没有停用的话 Blasmic还是会产生程式吗 这个要注意一下 不然 会跟 你之前用那个 Squiz的观念有点冲突 你可以在层次里面或在层次外面把它停用都可以 这样他就确定不会执行 如果老师你需要 看到比较明确的 灯号的改变 颜色的改变 你可以就是像我这样子 你看 我就指定一个颜色 停一下 指定一个针 停一下 指定一个颜色 停一下 这样就OK 好 那如果你要是黑色怎么办 因为他没有关闭 像有一个灯 开跟关 这边就没有关闭呀 所以如果你要关闭 对他来讲 就是射成黑色 你看这里 你看我这样随机 做完了 就把它关掉 射成黑色 所以他的关闭就是黑色 这个 是我们用三色的灯 有一点点 需要老师注意的地方 这样OK吗 好 那因为这个比较单纯 我只是把顺便把那个元件带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 因为其实 LED灯 老实讲 不太适合眼睛直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包括雷切的啦 像我昨天有看到一个 用那个 雷雕然后他搭配一个那个类似像我们那个叫 半透明的那个 去做灯罩 就把那个LED灯条做在里面 这样也可以 那我们这边如果没有这个 是我书上的办例 但是这个我把它分享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原稿 这个 所以这个不是排版透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我用的就是那个 那个 半透明的 我们去外面买的那个描图纸 我就把它插在 我们的开发板上面 那这样就会比较多了 所以也有人 用这个 方式来做所谓的那个呼吸灯 之前有一段时间Arduino也蛮流行 做那个呼吸灯啦 所以他会有点变化跟呼吸的速度一样变化 OK 所以这个是 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你有这个元件可以拿来用